今天的本土病例是14,083例 那今晚有了304例 死亡个案是37位 今天的个案跟这个上周同期相比 下降了2394例 也下降了这个14.5% 这边也宣布一个 我们的一个疫苗接种的 一个催打的一个措施 就是2023年的全民COVID-19 那疫苗加一解封安心 那疫苗加一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希望建议我们的国民 在2023年都能打一剂 这个COVID-19的这个疫苗 主要的目的是 为了我们这个稳健的开放 那让我们的生活更正常 那增加大家的保护力 那也请大家全民 能够响应这个接种的这个运动 实施的这个对象 它当然有几种 第一个就是说 完全都还没打过任何一剂疫苗的 那另外还有就是说 基础剂也都还没有完成 我们是有提供Novavax 那12岁以上是Novavax 那单价的莫德纳 还有BNT 追加剂的部分 那满6岁以上的这个民众 那我们有提供莫德纳 BA.4.5的这个次世代疫苗 或者是Novavax 这两种疫苗来做选择 那这个整个时事的日期是从 112年3月6号到4月30号 我们这一次也去拜访了各地方政府 那地方政府也都充分的表达 会跟这个中央一起合作 各地方政府它其实推出的 疫苗吹打的这个措施 其实都不大一样 还有就是他们每一个县市 或者每一个院所 它安排的施打的这个流程 也不一定相同 那我们会把它收集起来 那放在我们的官网 希望我们的国民 3月6号到4月30号这段期间 打一剂这个COVID-19的疫苗 来增加自己的免疫保护力 因为现在逐渐这个疫情也到了尾声 那我们的各种活动 三年累积下来活动非常的多 那社会接触也很多 甚至出国都非常多 那把自己的保护力建立起来 我想在工作上会更安全 这些都是我们推动这个疫苗加一 解封安心的这个目的 很多人都接种过3剂4剂5剂 甚至收定6剂疫苗 为什么我们既然要再追加一次 我们知道说疫苗引起来的抗体会 随着时间下降 根据研究大概差不多半年左右 这个抗体就会下降 而且它对于轻症的保护效果 就会下降到可能百分之几十 没有超过50的一个阶段 所以世界各国对于这个新冠病毒的一个 保护来讲的话 大概都是认为说 今年大概还要再打一剂疫苗 那对于以前曾经打过疫苗的人 他再打一次疫苗可以增加他的抗体高度 而抗体的高度呢 是跟我们对于新冠病毒感染 最重要的一个关键因素 我们在三四月会有一个计划 要短时间之内去促进提高 疫苗接种的一个比率 那希望所有的民众在今年度 都至少接种一次疫苗 这也是让我们台湾 能够建立一个更好的群体免疫 让我们的那个生活 能够更快的恢复正常 不要担心护作用而不打疫苗 然后得到新冠的话 它会发生并发症的机会 远远高于接种疫苗 远复中的一个风险